二姐 母亲是以什么名义起诉你们的 以赡养费 母亲要求的赡养费有多少 要300块钱 每个月让你们一个人出300 如果没有把你们告上法庭 你们会愿意出吗 从来没问过 如果问你们 你们会愿意出吗 但是会让他们出 我母亲并不是说没有工资 她有退休金 她有医保 她还有积蓄 所以她不需要 如果她是没有钱 跟我们要赡养费 我们可以给 别说300块钱 就三千我们也给 如果她有没有钱 她有时间去打麻将吗 那你们她哪来的钱打 有没有赡养她呢 有 平常有啊 你们的赡养方式是什么 就我父亲有病在期间 我们一个周回家去一次 她一天三个饭送我们做 母亲是什么时候不让你们回家的 在一月年的八月一日 这个时候父亲还健在 还健在 这一次母亲把你们告上法庭 你们觉得是母亲自己的意思 还是有无事 绝对不是 她这背后有黑手 我们现在就想把这黑手给她整出来 黑手是谁呢 就是我妹妹 现在法律上给我们的证据是 你母亲把你们三个都告上了 如果是你妹妹的话 她为什么把自己也要告上呢 她现在在我母亲家住 她吃喝都吃我母亲的 你想啊 她给我妹妹告的 是做银子 那你觉得母亲这次上座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是需要你们每个月出三百块钱吗 不是她的本意 她主要目的不是你都要钱 她想做的干嘛 想做的就是要想我们把财产放弃 那能不能把那妹假想成 她是想留在母亲身边好好照顾母亲 而不是 她没有这个 在08年到09年这个期间呢 她自己啊 没经过我母亲同意 她就把我母亲的窗换上塑钢 人给领来家呢 给我母亲就气得挺够酱的 但09年呢 她又私自把我母亲的家具啊 给换了 我母亲就这样子一气子家病了 打了18天掉屏 结果也没有 可是如果三妹这么恶劣的话 你们两个人回家找母亲 母亲应该赶紧看门迎接你们来保护 我母亲现在有钱供她吃供她贺 所以说她现在不和我母亲打了 所以你觉得母亲把你们告上法庭 跟财产有关系 对 在我弟弟01年死的时候 以后他就是变变加厉的 家的一切大全 他全长了 所以你在更怀疑父亲的死因是有问题的 对 在我父亲12月4号死的时候 5号是我儿子一手办的事上市的时候 上火葬场上公墓 要钱全从尹村门和他儿子兜里头拿钱 因为我父亲死亡了 上账费是47632块钱 但是我父亲死的时候 连5000就5000多块钱花了5000多块钱 就是说这几天连所有吃喝的 全部算在一块只有5000多 我父亲的活 我会喝才有580块 我们下注给你 1254翻留言 Por ac 90630区 并且器% 1255 5 7达 4 7 4 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